一提起这法国人,天生骨子里就带着一股浪漫主义的色彩。 不过,近一百年来,法国人倒是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崭新的形象,那就是投降主义。 当然,也可以在这后面加上一个括号,共存主义,什么意思呢? 打不过德国人,那就投降吧,投降之后和德国人共存,新冠来了,疫情防不住咋办,那就投降吧。 法国是欧洲国家里面躺平最快的那几个之一,现在好不容易疫情过去了,老鼠又来了,那怎么办呢? 不用我说,您都应该已经猜到了,投降,然后共存。 法国的首都巴黎每一年都会闹鼠患,严重得很,而且是泛滥成灾的那种,我这么说,大家可能没概念啊。 先给大家上一个视频,原视频一分钟多,这里截取个片段,这是国外油管博主拍摄的,油管巴黎鼠患的真实记录。 绝对真实,绝对震撼。 或者觉得那么多老鼠太恶心了,看完可能就吃不下晚饭了,或者已经吃完了饭,还要给吐出来。 看到了没有啊,老鼠居然成群结队地在大街上快速通过啊,这也太嚣张了吧。 更要命的是,看到走路的那位法国小哥的表情了吧。 他居然没有感到丝毫地害怕和慌张,反而习以为常地继续往前面走。 就好像一切都是普普通通,司空见惯的一样。 这要是放在国内,别说这么一群老鼠,就是你见到一只老鼠,那都得要紧张半天呢。 随之这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啊,为什么巴黎人见到老鼠如此的平静的,脸上古井无波,没有一丝慌张呢? 原因很简单,因为老鼠太多了。 早晚高峰坐地铁,地铁上挤满了人,这不算奇怪,要是哪天发现地铁上一个人都没有, 车厢里空空荡荡,那你才应该觉得害怕。 这个例子可能不太恰当,但巴黎的鼠患也是同样的道理。 人家巴黎市长都出来说了,几年来,巴黎一直有八百万居民。 记者一听,等等,我们不是只有二百万人口吗? 这里咱们解释一下,作为世界五大国即兴大都市之一的巴黎,是不可能只有区区二百万人的。 巴黎有两层含义,一个是狭义上的,一个是广义上的。 狭义的巴黎,指的就是大环城公路以内的巴黎城市内,面积105.4平方公里,人口二百多万。 而广义上的巴黎,包括城区周围的上瑟纳省,瓦勒德马恩省,瑟纳圣诞尼省,伊福林省,瓦勒德瓦兹省,瑟纳马恩省和埃松省七个省,共同组成了巴黎大区。 这片地区在古代就已经被称作法兰西岛,都汇区人口约为一千一百万,占据全国人口的六分之一,咱们也称之为大巴黎,咱们这里说的呢,自然就是巴黎市区了。 根据官方统计资料,巴黎市区只有二百多万人,那么,市长所说的八百万,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呢? 对了,多出来的六百万就是老鼠,在巴黎市中心,居住着二百万人类和大约六百万只老鼠,人类和老鼠的比例是一比三。 所以,现在你能理解那位巴黎小哥走在大街上,看到有那么多老鼠堂而皇之的从眼前经过,却一点都不紧张,一点都不害怕了吧? 因为老鼠太多了,你要是说自己没见过两只老鼠,你都不好意思说你是巴黎人。 既然老鼠这么多,都招摇过市,闹成鼠患了,那么,就要治啊。 于是,巴黎市政府就开始持续多年的灭属行动,每年,他们就要为灭属行动花费一百七十万欧元,折合一千二百多万人民币。 这笔钱花到哪里去了呢? 首先就是投入大量的药物,我们小时候经常就在路边的下水道口看到放置的老鼠药,然后再放一点食物过去饮用。 当然了,还要竖起一块牌子,提醒小孩和宠物不要误食。 这就是最简单,也是最有效的办法,然后就是开展全民卫生运动呗,进行基础设施的改造,安装蜜蜂的垃圾桶,倡导垃分类,消毒什么的。 我们以前用过的招数,法国人也在用。 毕竟吃里鼠患啊,是全人类共同的课题,说一个热知识啊,老鼠是灭不掉的,整个地球上老鼠的数量比人类还要多得多。 据不完全统计啊,全世界一共有150亿只老鼠,光是印度就有大约50亿只老鼠。 而且,老鼠的繁殖能力还特别特别的强。 母鼠怀孕到生产一般只需三至四周左右的时间,一年可生六杠八胎,一胎可产五至十只幼鼠,幼鼠生长一段时间又能继续繁殖。 所以,在正常情况下,一只雌鼠一年下来可以繁殖44.5只小老鼠,然后这些小老鼠长大了之后又继续交配,繁衍,子子孙孙,无穷尽也。 按照平均值估算啊,一对老鼠算上它们的后代,一年之后就会变成1.5万只老鼠。 所以,灭鼠行动只要灭着灭着,还有几只老鼠成了漏网之鱼,那么一年之后,鼠患就会卷土重来。 咱们继续说回到巴黎的灭鼠运动啊,用了那么多年,花了那么多钱,使了那么多人,最后有结果吗? 结果还是有一点的,虽然老鼠还是满街走,但是呢,起码死老鼠的数量便多了。 这起码也是有一点效果的,虽然灭得没有生得快,但起码我们也是在努力的啊。 只要媒体和市民们能看到这份仙儿,也就行了。 本来,巴黎的鼠患还在一个比较可以控制的范围内,政府也在每年花钱灭鼠。 可让人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,法国人民大罢工了,罢工那就意味着社会停摆,负责垃圾转运和城市清洁的人, 还有货车司机们全都加入其中了。 这一下子,就给巴黎造成了巨大的麻烦,几千吨的垃圾全都堆在街上,根本就没人去清理,去转运啊。 于是,就出现了这样的画面。 有记者看到此情此景,就在推特上写道,半个巴黎被垃圾掩埋,没有人来解决这个问题。 因为环卫工人正在罢工,他们拒绝提高退休年龄。 是啊,半个巴黎都被垃圾给掩埋了。 现在又是互联网时代,手机那么发达,看到啥了,咔嚓一下,就可以上传网络让全世界都看到了。 于是,巴黎的垃圾走向了世界,曾经的浪漫之都也变成了垃圾之都。 在巴黎的垃圾堆积成山之后,那么老朋友老鼠自然就要回归了。 而且,春季又是老鼠繁衍交配的季节,所以,这一下,巴黎就直接变成了老鼠的天堂。 以前老鼠还是可以稍微防一防,置一置,稍微有点效果的,可现在,根本是连防都防不住了。 有钱人可以打电话,找专门的灭鼠公司过来,清理这些老鼠。 可是,那些底层的老百姓呢,连垃圾都没办法轻运走,更别提老鼠了。 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街上的老鼠越来越多,而却一点办法都没有。 并且啊,这些老鼠还可以通过寄生枣、尿、血液等传播鼠疫,勾端螺旋体病、样虫病、颁诊伤寒、流行性出血热等疾病。 哦,对了对了,咱们还漏了一个脚屎棍,那就是动保组织。 他们一直都在不遗余力地宣传,要立刻停止对老鼠的伤害。 为什么呢?因为人家说了,老鼠不是人类社会的侵略者,老鼠都已经有上一年的历史了,人家比我们人类还要早。 所以,不是老鼠占了我们的地盘,而是我们占了老鼠的地盘。 他们还说了,老鼠太可怜了,他们的生命有四分之三的时间里,都生活在阴暗狭小的角落里,他们大多温和胆小,不具备什么攻击性。 对吧,鼠鼠这么可爱,怎么可以消灭老鼠呢? 于是,在这种大背景下,反正老鼠已经泛滥成灾,防也防不住,治也治不了了。 既然如此,不如就直接躺平好了。 发扬一下法国人民的传统精神吗? 于是,法国巴黎的副市长安妮·苏里斯就跑出来宣布,巴黎市政府将成立专门机构,研究人类与老鼠共存问题。 这意思太简单了,不完了,我们躺平了,爱谁谁,反正以后老鼠我们不管了。 怎么说呢?法国人民的正常操作了,万物皆可共存,万事皆可投降。 那就共存吧,以后巴黎的老鼠说不定还能身移,成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,成为法国巴黎纪小偷,抢包贼之后,又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呢。 aza传绍